来 杨妃 殿下 时辰不早了 赶紧去给太子 绣制九龙龙袍吧 杨妃 琉璃就算不眠不休 彻夜赶制 也无法在一夜之间 完成九龙龙袍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要借故 推诿不成 琉璃并非推诿 而是 有一个更好的办法 说 太子对琉璃信赖有加 日常衣着 都有我来司掌 几日前 我为太子新制了一件 司掌蟒袍 还未来得及送去 现在只需派人 将那件衣裳取来 由我将太子蟒袍上的 司掌改为五掌 蟒就成了龙 蟒袍就成了龙袍 照样可以视作太子谋逆 将司掌蟒袍 改成五掌龙袍 还有一个好处 相比太子日常穿着的 四掌蟒袍 龙袍只是多了 小小一只 常人根本不易察觉 太子 若将这件内藏乾坤的 五掌龙袍穿在身上 适于人前 那才是罪证确凿 便无可辨 好主意 好 就照你说的办 我好恨 恨自己一时大意 没能擦亮双眼 好好看清楚你的真面目 裴行俭 你好好记住 这是我刚才说的话 琉璃是要我干净 这字调的真面目吧 哥 崔崎 一鼓儿燭火太暗 一鼓儿燭火太亮 不了 vanity 一会儿说虫子太多 一会儿又内疾 现在你又怎么了 口渴 给我添茶 你不是已经绣完了吗 你自己去盗呀 龙袍是绣完了 但活还没干完 耽误了进度 你承担得起吗 这是干什么 没瞧见我再给太子绣案号吗 你要给太子传递消息 你既怀疑我在暗中 给太子传递消息 那就去禀告杨妃知晓 不要在这儿大惊小怪 搅扰我做活 叫你给我倒水呢 没听见吗 王内侍近来可好 好好好 这好些日子不见了 轻受这许多 听说你遭了大罪 吃了许多苦 身上伤可好了 多谢王内侍挂心 我的伤已无大碍 这些日子 我一直在不禄院养伤 给太子殿下 制衣的差事也搁置了 好 心中不安得很 这个是我精心为太子殿下 绣制的蟒袍 希望太子喜欢 来 听裴行俭说 你被曹王的人捉取了 现在没事了 我身份低微 性得太子其重 但也因此遭人极恨 我如今身中毒瘾 已然是个废人 我不仅帮不了太子 可能还会成为 太子的累赘 小豆子愧疚难安 无以为报 只能借着针线 了表心意 我怕是命不久矣 也不知道以后 还能不能再为 太子殿下制衣了 看时辰殿下 他也该起身了 要不你再等等 殿下见着你准高兴 孩子 孩子 你还好吧 小豆子 你怎么了 你哪里不舒服 阿翁 小船子 你们怎么在这儿 喂 听裴行俭说 你被草王捉了 急得我们俩一宿没睡 想搬坐才能 溜起来救你 谁是钢筋们 就被捉了 孩子 孩子 都是我连累了你们 如今 我已经是个废人 你们为何 踏上自己的性命来救我 孩子 没事啊 你是不是药引发作了呀 没事 都怪我 药是我喂的 都是我害的 殿下吩咐了 你若毒发 就给你一礼 孩子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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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我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 以后 我宁愿死 也不会再碰着毒药了 孩子 快告诉草王 草王为什么要抓你 为什么要给你下毒 因为草王 要对太子下毒手 不对 他们现在已经下手了 已经下手了 已经下手了 殿下 草王能调动的 只有王府的府兵 不过是穿上了 私运进长安的骤驾 一再控制玄武门 这一皇宫要碍 殿下放心 东宫禁军足以应对 卑职已准备就绪 请太子侍下 出兵玄武门 阻止草王 我不仅要出兵玄武门 还要好好会一会草王 方不辜负小豆子的一番苦心 卑职 这就调集东宫禁军 与太子殿下 一同出兵玄武门 阿翁明白了 你传递消息的时候 暗中藏下了玄机 但是我不知道 这些玄机 太子和裴行俭 能不能瞧得出来 你先在这儿老实待着 等天黑了 再带你去草王府 见裴行俭 他不能试咐 你 afraid 你不去吧 我 没想到 你 别 别 没有 我 什么 你 你 是 这 我 这 我 你 我 你不认识 我在豆子上多绣出来的 那一点是龙爪 绣法和另外两点完全不同 我是想提醒太子 蟒袍上多了一爪 蟒袍已经成了龙袍 你这计谋虽然巧妙 但会不会太冒险了一点 你可是太子和裴行剑 最信任的人哪 阿翁 曹王一次次伤害太子 谋逆之心始终不死 这次我若不假意屈从 他们定会想出别的阴谋诡计 加害太子 倒是 可是防不胜防